李文正議員 李文正議員 在現場 那我們請第二位 李退資議員發言 時間也是五分鐘 是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上午有好幾位議員 提到這個有關重建的部分 是否該怎麼幫忙 那今天我相信大家在對這個 這麼多的善款之間 有運用的一些其他的意見 大概也都是出於幾個原因 但第一個就是 市府在規劃整個善款運用的用途的時候 是不是有秉持著一個同理心的出發點 在做這樣的規劃 其次就是到底這個善款的運用 跟原來的捐款人的善意 有沒有互相干戈違背的地方 我想這幾個東西都是在討論 甚至在現在仍然能夠有修正改進的機會 那特別是比如說林錦議員也有提到 在未來在重建的過程中 可能需要很多專業的團隊進入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請一下吳新修 吳局長 比如說你特別有提到 到時候可能需要專業的建進公司等等 來進入的時候 你剛剛也提到說 到那個時候市府會盡量來幫忙 那這個盡量來幫忙 你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我說明 因為建進公司也是現在 相關的都更作業的制度底下 所衍生出來一種 所謂一條龍式的服務 那這樣的話其實在國內 現在大概我們知道 大概有八、九家這樣的公司 其實我們也有大概私下詢問 他們其實對這一類的案子 雖然說會覺得比較複雜 但是其實基本上詢問起來 也願意來做協助 所以我們知道說 當然原則上 我們安排接洽以後 也是尊重這個住戶的意見 意願 他如果有意願 來接受這樣的一個 建進公司的一個合作 那這樣的話就有他們來跟他們接洽 所以我們是主動會來幫他們做接洽 建進公司的服務 他提供這樣的專業服務 也一定是需要費用的吧 對 所以他到時候可以採取幾個做法 包含就是說 譬如說他是透過容積獎勵 取得的來賺取他的服務費 這也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說 那他跟住戶之間 如果說這個規模不大 也可以變成說只是單純跟住戶 收取一個服務費用 那這樣就可以 本席在這邊建議 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 比如說林議員或其他 永康在地的議員特別強調的 這些需要重建過程的這些專業服務 或其他的專業的等等 這些所需要支付的費用 其實我相信 也絕對都在善款可以運用的範圍之內 那所以現在在討論的過程中 是不是能夠就現在運用的 在未來這個小組討論的時候 仍然匡列一個循環的狀況 因為這個如同你剛才說的 不管到底未來是 完全由善款來支付 或者是從這個 比如說容積獎金或其他的地方 能夠在有某一個回收的管道等等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專戶或基金的概念 來協助在重建的過程中 來提供這些專業性的服務 這些費用支付的方面 我想這樣子才是會讓 需要重建的住戶 他對未來有信心的一個很大的保障 所以這一點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預計是說 他只要這個 以回官來講他只要重建的範圍 大概是確認的 也就是說需求的住戶是確定的 那我們就可以安排雙方先來做一個接洽 看他們初步的意見 或許祝福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其實依照你們的專業 你們大概都算得出來 這未來可能需要大概多少錢 稍微寬列一點也沒有關係 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這是雙方接洽以後才會知道 那以善款來講他也沒有那麼快支用結束 所以這一點其實議員不用太擔心 就是說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本席是希望說市府在這方面 能夠做一個明確的 明確的匡列或承諾 這樣子的話 住戶對你們的信心 才會提升起來 因為我們有初步跟住戶有談過這樣的概念 是 那他們是建議是說 他們等他們這個住戶的數量確定了 名單確定了 他們內部先討論 接不接受這樣的做法 你們可以在你們這個善款的用途表裡面 明確的去把它留一塊下來嗎 這一點我們是當然會跟這個小組這邊做報告 不過當然就是我剛剛講 再給一分鐘 住戶代表第一時間 並沒有說他覺得這樣他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原來是讓他們保持接觸 然後讓住戶內部有一個共識 我現在說的並不單止建金公司或什麼 我知道 其實你只要建築任何一棟大樓 他需要重建的時候 他都需要這些專業服務 那所以這個專業服務 或者是相關重建的時候 需要這些左轉的錢 是應該可以先列下來了 其實大概目前來講 大概就是幸福 幸福大致跟這個 幸福大致跟為灌散的 幸福大致跟為灌散的 我們會基本上在這中間是保持一個談戀 要做一個明確的這個承諾或匡列有困難嗎 是這樣齁 因為他們各自的狀況要 當你要用都更的時候 你的路徑會有不同的選擇 沒有錯 會有不同的選擇 那要明確跟大家講 對 現在只是說希望他們能夠方法上 0206的 太議員要問 要請教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李文正議員歡迎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他本身來說 因為我對這個關鍵 可以在一個地方 我是比較沒意見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很有痛心 一個說發生這種意外的時候 你要看大家這樣 在過年的這個中間 我們就接到很多朋友 像說要套過什麼樣的關鍵 要來觀看我們的政府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的政府 我們就要好好來聽笑我們的人民 我比較躍躍的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要趕緊建立一個國家 有台灣人 你要看像說我們這天 我們去參加這個奧林匹區運動會 你要看我們 剛才含那些難民的國家 剛才擺作會 我們在這個奧林匹區的 這款的一個世界運動會 中央 沿一支車連牌 還沒辦法 你以往 不好意思我幫你拍檔一下 我們今天是討論0206 這個世界運動 不啦 這陷害我哪有關係 所以你如果要說到其他 我就要請你修正一下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要靠起來 沒關係沒關係 那個我簡單 因為基本上來說 當然我們在這裡微觀大樓 我們在處理這些事情中間 當然我們要有些萬言萬談 有時候交通 這個當然政府我們都要檢討 例如說 我們那個 要怎麼來 把大家照顧好 還是說這個 要怎麼來中間 這個很簡單 你政府你就是要去 這個蓬朗 這樣做給這個事情 做給自己 今天你當然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種 一個大廠之後 還有這種 一個房子 倒下的這個 這個災情 當然那種的 台灣人那種的 一個疼心 大家就觀看了 結果的時候 這些事情當然 我哪有動出來 動出來 我相信 我們也不可能說 再拿回去 行負這些 這個觀看的人 所以 我覺得說 我們如果是做一個 另外的運用 臨機應變的 這個運用 和這些錢 可以這樣 用在這個 應該需要用的 這個地方 這些 經費的部分 我們很公開 很透明 這些 都要接受社會的檢驗 我想 這個呢 我認為是說 雖然 有一些課點 不過經濟來說 我是覺得 還OK 還OK 在這個地方 我 要拜託我們教育局 像說 我們這個學校 因為我才有看到 像有男人高中 還有一個中政大樓 這個 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這個專性的政議 這個 我如果拜託局長 這個你就要 做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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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 這個 鼓木哈酒 在餐廳 在開港的這個 中間 我們不是只有說 這個 近代的歷史 要專性 正義而已 我們 還要再 幸福原住民 的一個 功德 我們包括 這個 這幾百年來 電信公 來到台灣的中間 做生台灣的這些 原住民被侵略 台灣的這種 歷史被破海 台灣的 政策被洞 這個 我們都要 冠軍 積極 來 行完歷史的 這個 真相 這樣我們才可以 起作一個 受人尊重的國家 今天我們 如果對自己的歷史 不了解 對自己 沒有信心 這樣我們要怎麼可以 立場人的這個 尊重呢 對嗎 所以這個 我要拜託一下 局長 謝謝議員 還在 我們現在這個 學校裡面 我把它看 那個勒頭 還有什麼 講公 人手 還在那 什麼 尊 尊敬 人手 什麼 這種的東西 都要拿掉 你實在是 很大的風氣 不然台灣人 不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因為我們甘願做 做一個無國家的一個國民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陳秋平議員 謝謝 感謝大會主席 今天我們武副市長 各位局長 還有各位同仁 新聞媒體的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在這裡 我們今天 在前面 0204 我們專案 做報告 在這裡 當然我也要請教 我們剛才 吳局長 就整個 重建 重建之路 非常艱難的路 我們在這裡 也感謝你們 我們所有的 集財府 大家 共同 努力打拼 共同走下去 但是 對於我們重建之路 它是如何 還會讓這些集財 受到質疑 我也想問 在我們重建 應該是討論到 差不多 總共有百分之百十 以上都同意 你們最起碼要有所行動 有所行動 讓所有的這些集財 有感受到 所以 你看另外 像我們教育局要用 修善一個學校也好 這都是 我們要重建之路 先做好 他們會來講這些 當然在行政作業上 可以先做 你們要讓他們感受到 沒有 他們現在感受到的 就是說 我們先要做 他住邊的這裡 要他們呢 他們遙遙無期 他們在等待 所以說 都可以同步進行 你心知呢 他這裡比較不同意 這就地也好 這還可以去討論 你們重建先建 大分之百十這些人 可以先 有因他們的一個家園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就這個部分 你們要好好的妥善去處理 感謝議員的這個關心 就是說 以為關這個例子來說 當然因為有人堅持要離開 那事實上 因為就都庚來講 會影響他的同意比例 所以我們採用雙軌制 就是說 盡量讓他可以 不影響都庚的一個重建的話 那我們事實上 預計在9月2號 結束以後 就會先來看 有沒有辦法達到 都庚的訊行 話聽的門檻 我們先來協助他 那這些過往中 其實跟這個重建的這一邊 一直有保持聯繫 他們本來從一開始 不了解我們為什麼要雙軌 那到現在接受這個做法 甚至也認為 這樣的做法 比較能夠確保他都庚 能夠很明確的進行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 第一點要做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涉及到後面 會有很多專業 那甚至會有融資方面的 這個問題 那我們之前也跟他們接觸過 那表達說 這後續的部分 專業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助他們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有關未來 不管是他們要自行重建 或者是說 找相關的建金公司來 那這個我們在過程當中 市府一定會跟著他 讓他每一步都是走的正確 而且是希望能夠在很快的時間 能夠做成決定 那這樣的話 他的都庚的這個時間 可以把它盡量縮短 就行政上來講 我們一定會幫忙 像大致 我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所以每一個行政作業 我們幾乎都在一週內 就把它完成 那這樣我們對於為貫跟幸福 我們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進行 好 那個吳局長 你辛苦了啦 還比較辛苦的 趕緊把這些事情出現 讓它更緊緩緩的 因為呢 人時都在煩惱沒有經費 那我們善款 有這麼多 當然那個門檻 我是希望說 不要那麼多的 盡快 法規則有一個規定 我們盡量協助他解決這個問題 好 你請坐一下 好 你請坐一下 現在吼 除了中間這條路 我們還有 就是呢 這些受財 有那個 行動力減損的 在這裡我也要請教社會局長 這個行動力減少 不是說今天我們把它補助就好 未來 他們是不是還有謀生能力 我也知道說有節肢 有的雙腳都節肢 未來你像說補助他們相關的門檻 好 兩百萬 未來他們要怎麼想 有我們照顧嗎 是不是呢 在我們政府這邊 你們有沒有一個妥善的照顧 這也是都要協助的 是不是呢 我在這裡要見議員 還有今天我們市政府 甚至也要帶給市長知道 我們現在選款 大家這裡的選心臨書 都是要專款專用 是因為他們 所以我們關這筆錢 是不是未來他們的路 還要走 是不是我們也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來妥善協助他們 照顧他們未來的生活 議員跟您報告 其實我們我們的實施計畫 其實都列得很周延 那包括早上我在報告也說 我們除了這個 您說的兩百萬是最高額度的那一位 也就是他結支 兩百萬之外 其實他的相關的醫療費用 生活補助 他未來孩子的相關的一些照顧 這一些部分都不在這兩百萬裡面 那我們都有 光社會局就有十樣的實施計畫 那實施計畫我說至少三年 三年後至少三年 那三年內這一些照顧計畫 健康計畫 醫療計畫 還有相關的一些 因為時間不夠了 我是想提醒你 三年是不夠的 因為我剛才有講 那個節支 他本身的行動能力都沒有了 他何來照顧他的家人 甚至有時候 他如果在未來 他可以謀生的話 我們在這一塊 也是需要來輔導他們 甚至我們可以安排工作給他們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我是希望你 就這個往後他們的生活 你要做個周全的計畫 跟那個協助照料 那個本來就是我們社會局 該做的 謝謝議員指導 謝謝 好 謝謝陳議員 接下來請蔡淑惠議員歡迎 謝謝主席 主席 我每個後面那個官員休息室 看了好像我們24個學校的校長 都在後面 當然我不知道我們董事 是不是有人還要請到校長 還是都針對我們教育局長去做詢問 如果是說對校長沒有 沒有那個詢問的答案是可以讓校長先回去 等一下主席你再次才是 那個剛剛蔡議員有說他要請教校長 謝謝 那個劉局長 請教一下齁 我們所有的喪款 你的收據都已經開發出去了嗎 開完了 一共開了多少收據 多少錢 我們多少錢 42億多啊 對 全部收據都由我們社會局 社會局開發出去了嘛 對不對 是 那我請教一下 在這個喪款的使用上 事實上很多的災民 他們覺得他們受到的照顧並不夠 包括剛才陳秋平議員提到說 或許我們可以補助他更多 還有他未來生活的一些補助 但是因為這個喪款 因為我們台南市政府 把這16億多的喪款挪用到 24個學校去做興建教設 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對你在執行這個喪款 甚至照顧災民的部分 會不會發生說 你錢不夠用的這種狀況 我覺得在目前來講 我們在對人的照顧上面 我們都已經把這一些實施計畫 都已經做好 這些實施計畫的一個範疇 所以我們26項的 這樣子的各局處的實施計畫 我們做完以後 才有後續的這個 教育局的這個計畫出現 那我們人的照顧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你來擔任我們社會局局長 那你覺得這個喪款 挪用到這個24個學校的興建校舍 是不是有違反那個 災害防治法第45條的規定 依你在這個社會福利 做這麼久的狀況 有沒有違反 我想這個法治處 早上已經有說明過了 有沒有違反嘛 依你當社會局長 說得難聽的 那頂子是九月局 在你落地下來拿錢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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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錢 我想每一個觀看的人 不管是一日所得 還是他蓋過改觀鬼的 當時我問你 為什麼幸福大樓 跟圍貫大樓 他們受到的理賠不一樣 你跟我的回覆 你還記得嗎 你說因為整個喪款 是來自於圍貫大樓 那麼多的使商 所以所有的捐款 都是因為圍貫大樓所得 所以幸福大樓 領的錢比圍貫大樓少 那我請教你一下 這些學校 受到了什麼樣的災害 喪款要用到 他們用16億多 我跟你說 今天這個學校的糾纏 南寧高中 我們曾經去爭取過 我們沒有看到 教育機給我們任何的答覆 我們甚至找委員去 也沒有給我們任何的答覆 欸這次很好咧 占卜喪款之印 甚至超過當時要求的 更多 局長 一個喪款 你要用在一個對的地方 今天圍貫大樓 拆除的很快 動用大鋼牙之後 沒有生還者 拆除的很快 讓我們看到賴清德 的那個行政團隊非常的速度很快 把圍貫大樓這個 那個圍貫的圍樓全部拆除 問題0206到今天 8月半年過去了 喪款又在這裡擦擦擾 圍貫到樓到底要就地重建 或是要都更 或是要賣土地 沒有一個定數 那你現在輕易讓這個喪款 16億留到交易局去做 校舍的修喪 又違反了災 災害防救法的45條 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 及業務的費用 局長 所有的喪款往我們社會局 你就要去做好這個 把關的工作啊 我們的程序是 這個重建小組跟管理委員會 那我們只是負責公告收跟資的部分 還有收入的就是這些 善心的捐款人來的時候 社會局負責跟他們做一個對口 但是相關的計畫 不是社會局這邊就可以決定 他到底要怎麼用 那都是進入我們重建小組 跟委員會來做一個決定 我是很尊重妳在社會 學部這行為做得很徹底 但是我感覺 重建小組我們的尊重 但是你對這個善款的事情 你要堅決 你要表達這些災民的需要 他們真的需要是什麼嘛 今天 我說的 學生的改建也很重要 但是你用這種錢就不對啊 我們那個南寧高中 我們的日新國小 我們的農工國小 我們的新一國小 每一間學校都需要校舍重建 大成國中也需要啊 問題怎麼能夠挪用善款 去做這些工作 這教育局行政單位疏失嘛 你怎麼可以學會 用那個善心人士的這些錢 去做你們的行政工作 局長我感覺 收入是你開出去了 我們是管理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你對這個入院的把關做的不夠好 做的不夠好 所以你說的 為什麼你只給他兩年 你只給他兩百萬 你甚至可以給他更多嘛 需要照顧的人那麼多 那麼多的災民 而不是去照顧學校的校舍嘛 那個是要從 教育部去拿錢回來興建 教育局要編預算 我們教育基金要處理的 好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請中王雅雲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問那個社會局長 你說我們教育局有個報告 說有人捐款 說是有人指名要給學校重建的部分 那捐款有這樣指名的有幾個 你可以把名冊 照冊送給議會看看嗎 那一些如果是他說要給學校重建的 是OK的 那其他的是不可以的 你懂嗎 45條規定的很清楚 學校不是受災戶 你們怎麼擴大解釋 學校是受災戶呢 戶長是誰 學校的名義的戶長是誰 誰 你可以回答我嗎 學校的護長到底是誰 是校長嗎 或是局長 或是市長 那都是公部門的事情 我們沒有反對 學校要把它蓋得很好 讓孩子有安全的讀書環境 但是絕對不是上款 這一點我希望 市政府要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絕對不可以 還用了16.3億 好 那請局長 你給我整整理 請你準備一份 整理這樣的資料 我們來看看到底 誰是要經營學校的 那一些請你們把農到學校是OK的 但是其他沒有住民要給學校用的 不可以 知道嗎 請坐下 好 我來請那個我們 吳副局長 吳副市長 你們要估算一下 圍貫大樓 如果是 以地益地 用公園用地來以地益地 那就沒有 市政府多出一塊土地的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也可以離開那個傷心地 但是很近 如果一地一地 去蓋回他們原來的屋子 就沒有爭議了 他們 之前 住在哪一層樓幾坪都是 照土去 你說結構有問題 就把結構再算好一點 但是樓層跟面積是一樣的 把他們蓋回去 如果這樣子蓋 依照你是工程專家來看 這樣圍貫大樓 把他蓋好 要多少的錢 跟總統議員報告 基本上他 現在大概六成的人 現在已經來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 我知道你們六成是因為你們 一直沒有說 重建是第一件事情 原地重建 你們市政府並沒有說 所以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說 好吧 那我們就把土地賣了吧 要活下來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個了 請你告訴我 如果圍貫大樓 這樣子估算 把它整個蓋好 依到 依現在要花多少錢 沒關係 你不要管他幾年嗎 要不要你蓋一棚 舊的還他們嗎 不要講這種話 沒有錯啊 政府沒有錯啊 我只是跟你問說 如果蓋好 如果蓋好 要多少錢 可以把這個問題 直接回答我嗎 對一瓶大概是九萬塊 然後呢 然後看看 整棟看起來 可以算一下嗎 請你把它估算起來 還有幸福大樓 還有大智市場 全部三個建物 照原本的面積 原本的樓層 把它蓋好的話 要花多少錢 這樣的錢把它留著 你要重建嘛 對不對 你如果重建 我不相信有誰要賣土地 蓋好的給他們移動 你知道他們倒掉的那些 有的還在貸款耶 然後他們如果去其他地方 買房子 根本我們補助他 真的沒有辦法 讓他們重新生活 這些上款 就是要讓他們重新生活用的 那唯獨能讓他們重新生活 就是把他們家蓋回來 速度最快的 然後你們用這幾年 教育局都可以用三年 把學校蓋回來了 我相信才三棟 不是三十幾棟 所以可能一年 或是一年半 頂多就可以蓋回來了 還有建商可以幫忙的 這個部分 請你把它弄 上款絕對不能 用來蓋學校 修學校 那是政府機關 第二點 上款絕對不是去買災民的土地 我們政府因為一個災害 一個災難 變成平白無故的 多了一塊土地 這是不合理的 如果要買土地 也請你要編預算 來跟他們買土地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希望夏威琪 你 再給一分鐘 不用齁 好 謝謝 那接下來請 請校長們就座 我請陳議長 你那麼緊張幹什麼 我都還沒有請你 你不用幫我擋時間 請蔡委員 時間你不把我靠起來 校長節 給我時間把我靠起來 好來 陳議長 你這個專案報告裡面有寫到 很多監管者指定用途在學校的用途 證明在哪裡 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今天 柳局長他也有提到 就是說 好 你不要再說 劉局長說的話 我早就聽到很清楚 就是關的人 他沒有指定用途 因為他是違反大樓 大家都看到電視報道 自動指我關 那時候如果沒有 我已經學校長回去 我告訴你 大家不認為學校長回去 或是說 費用要關 所以你們市政府提醒 要證明 關我的人是要關我去校 你們做得到嗎 做不到 你請坐 你絕對做不到 我要報告一下 因為當初這個媒體呢 在就是報導我們台南市 0206這個地震的時候 當然就是違反大樓之外 其實我們在校舍這個部分 像玉井國中媒體也不斷的在報導 所以當時也有探討過 所以你這個邏輯怪館嗎 以前國中有人要去 那個那個局長你先請坐 那個蔡議員我可以建議一下 剛剛曾王議員也有特別提出 請社會局提供 由那個捐款指定用途的造冊給我們 好 主席 剛才講到沒有啦 好 校長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因為 這危險係數的評估 你們什麼時候評估的 我指定一下 我請教一下 來 麻豆國中 麻豆國小 麻豆國小 你的危險係數比較高 你們 你們的評估什麼是評估的 報告議員 麻豆國小的校舍耐性的產品 是民國98年所做的評估 98年 陳議長你有聽到嗎 陳議長 98年做的啦 跟議員報告 你不用說 我講完你再講 我給校長先回去 你不要再幫我插嘴 好 我沒有國小 好 你的危險係數 086滿高的 第一 三十分評估的 報告議員 大概是95年 大概是95年 好 東點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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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我們在評估完之後 所有的賞品資料 我們就都是報到 那個上級主管機關 也是我們教育局 所以局裡面都有掌握我們 整個校舍的狀況 不是說知道你的狀況 要真正不真正 決定管制的教育局 是 好 好 我台育抽 不一定說很準 我再抽一間 安靜國小 好 我以前是有三十分評估 99年 報告議員 好 校長 不然要問可以讓你們先請回 好 主席請我們請回去 還有沒有其他同仁要 就教育校長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要請這個 請校長先離席 辛苦了 好 按各位校長說的話 我們就知道 請請請離席 我們 我以前是有評估 叫0206絕對沒有關係 市長你可以認同嗎 他們評估的時間 教訓 你看看多久了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其實呢 這個耐震評估啊 是從921地震以來 當時呢 教育部呢 就希望 所有的這個校舍呢 尤其對於使用年間比較長的校舍 我剛問的 證明一件事 就是說 它的危險性不是正在發生 是以前的發生 但是它現在會更加加劇 我今天報告的時候 好 加劇我們身為行政單位 是我們教育局 要便宜上 或是把中央要便宜上去做 早就有這個危險性 這樣這樣好不好看 其實議員 我跟您報告 就是呢 我今天早上的報告裡面 我也有提到 就是 從 我們合併以後到現在 你依照法令45條的規定 開始了蔡司會 會 會在那裡徵王營也會 專家協助說 請做 要叫災民有關 要叫 這次的災難有關 這次 我告訴你 其實 後面很多人要求 這次的16億2千萬 你不相信 這次的災民要求 請你聽我說 再給一分鐘 你們 想到你16億2千萬 跟雄基他們不可以 好好的善後 如果個人一人出5千塊 有可能他可以 要16億2千萬 現在我們三個看看 看看我的看法 我們市政司會的機會比較大 第一 我們市長不是災民 他這裡很情緒 要災民 第二 要專款專用 在關閉的人時 還沒有一個說 要指定 我剛才知道 這很危險 大家關閉我們 市政務不看 今天我蔡司會不看 沒有3千萬 我說你 我絕對沒有2萬 是因為市政務 大家 因為市政務 會好好利用善款 要關閉市政務 市政務 市政務 要做 學校整建 所以 市長 按這個按頭 還要再問到這 就是證明 市政務 市政務 去做 學校整建 醫院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的時間不夠 不是 市長 你要說我還可以繼續 不要說18個 你怕我講20個 我就跟你講 好不好 我們兩個要講 八十天 好 謝謝 接下來請寧願助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剛剛您有提到說 鄭文雅雲議員 要請社會局局長 把我們上款的明細 當時上款人的那個 捐證 是不是說有用在 有指定用途的 指定用途齁 那必須要在當天 就是說他捐贈的時間 不是現在 社會局局長才派人 還是社會局局長 還是本府的官員 打電話去問他 這樣也要算喔 我知道你的意思說 提醒他們不要 衛造文書了 對好 這我要提醒一下 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在場的官員 在5月5號 你們現場有誰去參加 中央災害黃舊匯報 現場有誰 副局長 那個副市長 你會去 沒有那個是 那個是好像市長去報專案 是不是 是這一次 5月5號 針對中央災害黃舊匯報 你有沒有去 沒有沒有 現場有誰去 好 那你坐下齁 來 我非常的遺憾 台南市政府 教育局 局長 你起來 你真的齁 我們本來都很尊重你 但是當我拿到這一份資料 我對你教育局的做法 我會常心痛 來放一下 這一份 是針對中央災害防治 那個防救匯報 好 明顯的在我們台南市 自己 已經寫得相當清楚 台南市政府 原先經費需要五十四點三億元 好 經過調整跟討論之後 放 在那裡你看一下 變成四十七點六億元 裡面 裡面 就有你們自己講的 校舍 在 建築補牆總共要發十一點 十一點九 那入校園 十點九億 那你都明顯的已經有報給了中央 那中央也說好 另按審議協助 扣掉十點九億 剩下 總共合下來是三十二點八億 好 在三十二點八億 我想不懂 這裡面有一條 地方收到民間捐款喔 支付民間建物 他已經有講支付民間建物是十六點三億 請問一下 為何把這十六點三億是支付民間的建物補牆重建的 拿來做你校園 你聽我把話講完 當時你報給中央的是十點九 為什麼現在變十六點多 其實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呢 我們第一時間呢 我們 陳如我剛才跟你講 就是我們第一時間 是把我們呢 所需要重建 跟補強的經費 好 我們一起呢 都有報給行政院 好 報給行政院 他不是合理了嗎 不是 那行政院呢 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經費呢 過於龐大 所以呢 希望我們修正 那這個十點九億呢 修正之後不是給你十點九億嗎 沒有沒有 這個十點九億呢 如果照上面這樣寫 是說 他要另按審議協助 另按審議協助 他已經扣掉款項了嘛 他已經從你 原先我們的需求是五十四點三億 到最後變成四十七點六億 他已經協商了之後 就變成四十七點六億了 你還沒看清楚嗎 我不知道這一份才 一百零五年五月五號 到現在多久 到現在多久 因為我跟您報告喔 就是說 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這些事情嗎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十點九億我們所提列 這個要做校園的補強的 這個經費呢 他也有重建喔 不是只有補強喔 他這裡面講的是 好他也有 附件補強喔 十點九億喔 就是附件補強 補強的部分 十點九億 這個也是我今天早上 那好我很想問你 一位報告說 來來來我看你很愛 我那個謝龍介議員說 說白菜都會離開這裡 來 我很想請教你 你現在所提報的 只有三十四校 二十九棟嗎 二十四校三十九棟 只有二十四校三十九棟嗎 對我們現在提列的是這樣 一八才會說哪會出來齁 只有二十四校三十九棟嗎 不是我是說 這個部分是我們要拆除重建的 那我今天早上 好那其他呢 總共多少校 好那我剛 我今天早上的報告裡面 你告訴我總共多少校 對 因為我要回答您啊 好那你回答我 就是說我早上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還有一百七十二棟 是要補強的 一百七十二棟要補強的 那這個我們上面所 您剛才所提出來的 那個十點九億的那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當初提列請行政院說 是不是可以專款 先讓我們來做 你的意思是你 你的意思是你拿這一條款項 十點九億是要來補強的 因為這邊有寫得很清楚 是不是 他上面有寫說是 附件補強 好那在裡面 你雖然講說他是附件補強啊 附件補強 接下來請王家山議員 那個副市長 我們現在去抓很多訊息 那基本上來講呢 盼望能夠得到一個結論 針對貴府十六點三億 這條善款的使用 貴府是不是 如果我們講明白一點 能夠懸崖勒馬 改權益策 不要堅持硬要這樣子幹下去 要這樣蠻幹下去 我想今天我們特別 0206 許許多多的內容 有一些同仁已經問了 但是因為這筆款項 跳出來 佔了三分之一強 讓大家都覺得觸目驚心的情形之下 那我們與會一些發言的同仁 除了少數覺得沒關係 信得過貴府的大智慧之外 絕大多數都認為語法有待商榷 他的釋法性是很不夠的 那我想我們講了個半天 我一直要問副市長的 你們是不是早就鐵了心 吃了雄心抱子膽 或者覺得本來就這樣子 就順便把它處理好了 錢很多也是怎麼樣 我比較盼望副市長 您能不能夠有一個答案給我們 還是說經過本會這樣子 如此這般的一個討論 你們可以帶回去 重新再開門 在閉門會議下 還是賴市長在給你們一些指示 怎麼樣 因為跟王議員報告 原來他的程序 就是要經過重建委員會提案 那提案以後再送監督委員會 認為說這個主持 有沒有合物監督的條款 那基本上這兩項他已經都通過了 就兩個委員會都已經通過了 不是 副市長 我覺得你們現在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譬如說魚市場的問題 原本是否堅定的一個信念 我要猜猜猜猜猜 結果賴市長 看著這個苗頭不對了 輿論不要講市議會而已 市議會 老早就有同事 在講這個魚市場的問題了 對賴清德來講的話 市議會的意見 只要跟他不同 通通叫做不存在 結果所謂的一個公民團體 這些朋友們來出來講話 賴清德就說 我要來跟公民團體 好好對話了 我們是異地改建了 那如果這樣我常常在講 你們浪費那麼多時間來議會 備詢是要幹嘛呢 到最後市議會的意見 抵不過所謂的民間團體 抵不過你們現在臨時的一個監督委員會而已 那個我們給予他極大的尊重 可是所有的一切 你要回歸到民主機制 讓我們議會監督得到 能夠善盡我們民意代表 為民所託的責任嘛 所以你剛剛的意思說監督委員會都通過了 那如果通過的話請問一下 你來這邊聽我們炮聲隆隆是幹嘛 你就說不用來了嘛 文王眼報告 其實那個 就算是余市長的拆除以後 也只是對話 就是找公民團體來看看大家對這個 什麼叫對話 本來賴清德堅持要拆的 不可能說 到現在的話賴清德整個就已經改變了 整個的民調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都在講 不要這樣子蠻幹硬幹嘛 那我要問的意思是說 您真的不應該 把所謂的監督委員會 或者你們因為0206這樣子一個這麼痛的一個不幸 這些臨時性設立團體的位階功能 大於民主法治的台南市議會的民意機關嘛 今天民意機關有這麼強烈的聲音 你們就這樣一筆抹消 等閒視之 然後告訴我們說已經通過了嗎 這樣講對嗎 跟網友報告 其實我一直 剛才社會局局長也講過了 所有的照顧項目有27項 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照顧項目裡面27項 你認為還有哪個地方是不足的 對於前面的照顧有哪一些不足的 把這個提出來 因為基本上第一階段在政府的立場 這社會也要公平 他已經把所有的應該照顧 我一直希望跟你講的 不光是說我們個體的看法 還有個法的面向嘛對不對 剛剛法的面向我們也講 對 基金會是不是更是一個未來長治久安 可以延續的一個解決之道 是不是這樣呢 他會更有一個監督的 就是說所謂受國家法律監督 否則你們現在監督委員會 坦白講都是救急式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會嘛 其實你如果主席去看監督委員的委員 你就會認為真的是很公平 這是你講的 我覺得我的團體每一個都很公平 民進黨有沒有說我的團體很公平啊 叫孤立雄去做那個什麼黨產 你們說公平的要命 公平嗎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 整個委員的委員 不是用名單來告訴我們的嘛 你怎麼可以 那叫做自由新政嘛 你覺得很公平 現在你們政府在做那麼多事情 你們哪一個覺得你們做的不公平呢 是不是這樣子 不能夠用你們自己的主觀意志來想 他公不公平嘛 你本來就要透過一個法制的一個 既定的一個狀況嘛 這個就是委員會就是一個法制的 我當然知道那是委員會 那是不是應急式的 你重點 好謝謝王議員 等一下再發言 我們請第一輪發言的陳怡甄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問這個副市長 副市長 當時地震發生的時候 您還是公務局長嘛 那當時這個狀況之下 以正絕里的部分 剛才跟公務局其實跟科長他們 還去正絕里那邊 因為晚上是北區今天 應該是第一場說明會嘛 那其實地震發生的時候 其實北區的正絕里 就是被在通報的範圍裡面 也認定他是土壤異化區沒錯 那現在比較大的一個爭議是 當時可能 因為從二月份發生到一直 三月四月可能都還在通報的狀況嘛 但是到最後發現說 其實可能最後公所裡面 可能報了五十幾件 但是後來到了市政府這邊 我們剛才確認是才二十幾件 然後後來通過獲得一些相關的 補助的大概是有十幾件 那這個落差 上面這個數字上的落差 就造成了現在很多民眾 會覺得說 我們家的狀況也很嚴重啊 可是我們就沒有得到 這個政府的關注 那這個後續要怎麼處理啊 陳陳議員報告 基本上如果是你是在 0206和 就是政府規定的期限裡面報進來 那如果說 技師去看了 他認為說 公平我這個壞得很厲害 你認為我這個沒有壞 在這個法令期限內 他可以申請呼籲 這是可以的 但是 現在不可能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事情這麼多 不可能無限上綱 你過了五個月 講說我現在房子壞了 這樣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是他說 他有一個截止的日期 在截止日期 原來裡面的申請 如果他認為 那個技師的 認定有問題 可以再去看 我們可以看 可以申請 現在就是說 有的就是 都在那幾個月裡面 就有幾間 大部分有補助 有幾間 念看就沒有去看 現在沒有在範圍裡面 結果 就是這個原則 現在念去看就沒有去看 這樣怎麼處理 可以可以 現在如果在你法定期限裡面 他來報案 我知道 那基本上他認為說 我跟隔壁一樣 但是他有補助沒有補助 這個可以提示申請 現在就是有的就是幾個月 他認為說那時候 市集公所也有來看 市集公所也有來看 結果現在 資料調出來 資料調出來 現在不是說 沒有啦 現在不是說 你要叫公所 看市集公所 因為這是要遭公信 所以是請祭司公會的 我是說他當時 他認為市政府的 有些部門 可能也都有過去看 然後他也有通報說 他有受損的情形 當然尚順 他也說尚順你看到 他沒有尚順 這樣他就沒辦法 但是現在的總控是 他當時他認為 我有報上來 可是現在就是 在你們的資料裡面 沒有他的資料 而里長說 當時他報給市政府 可能五十幾件 可是最後只有二十幾件在裡面 這被老高了 要怎麼處理 這樣子 而且像他現在 比如說 剛才我過去 像鄭爵街 102項40那種 他那邊70幾號那邊 前面的號碼那邊 有一些補助 後面70幾號那邊 整排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們去看 整個都問三 都很嚴重 結果他們是整排都沒有 那有的是 那有的是一間兩間 漏高去 就造成大家很多的 很多的埋怨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處理啊 那個 基本上我跟妳講 那個原則是確定的 那如果說 你可以去證明 你當時是有跟七公所 或是有跟里長 怎麼樣我不曉得 但是妳一定要在八萬年期間 去提出這個問題 應該是說那個時候 很多資訊也都很混亂 包括其實包括像 安南區也有發生說 如果說妳沒有一個 我知道妳日期當然很重要 但是現在就發生說 民眾認為我就有通報 或是當時市政府就有來看 但是問題是 結果他現在不在名單裡面 就不知道該怎麼去 後續去處理 應該有七公所講說 是啊 發展好這邊我沒有拿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但是這個原則是應該要不變 不然的話 永遠沒有辦法 我知道 沒有一個結果 但是就是說 現在就發生很多都是 我一整排 結果好多戶有被補助到 結果就只有個別戶 然後他連在範圍裡面都沒有 現在連去負評的機會都沒有 那當然民眾就會覺得說 頭可能我整個家都是這樣 結果跟我的家沒派 結果別人都派 我兩個去看的機會都沒有 整排的房子 有的事會比較嚴重 有的不嚴重 這個部分其實就造成了很多的民怨 我想現在北區也蠻多的 今天晚上要開說明會 還有安南區 包括 不然的話 閑安街的部分 深安街的部分 那邊也都很多民眾在反應 給一分鐘 那邊要處理啦 對啊 副市長這個部分 可能要看看說 針對 可能要去跟 去公所那邊釐清 里長 里長跟公所那邊 可能他說他們當時有爆了五十幾件 有什麼 六月現在這裡剩二十幾件 六月 幸運差不多十八件 你講 數字的落差在哪裡 不然我想這個 大家現在是用這個民眾的善心去捐助這些災民 可是有些明明他是災民 他沒有受到這個捐助 我們市政府把這個門關起來了 那我想是他們會感受 會覺得很不好啊 那我想再來講到這個 學校的部分 那當然 學校 沒有疑問 他也是受災戶的一個部分啦 那比如說我現在也接到學校在問我說 那到底這個 說這個他們房子就是岌岌可危 認為說這個房子可能要趕快去拆除重建了 到底我們的經費 怎麼時候可以開始運用 這個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是三年以內會重建完成 三年以內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楊中成議員發言 謝謝 謝謝 我們議員董事 我們贈災的這些主管委員 本來就叫我們副市長 我們 有關 有關 到我們 圍貫 要來重建 本市院有很大的一個納悶 就是說 好 到目前的厭辯 就地重建 就地重建 的祝福 已經低於 低於差不多 五成 五成了嘛 是不是 副市長 三三三八 三三八 那副三三八 我說 好 教師說這塊土地六百平 這個三三八 好 副三三八 這個三三八 要就地重建 這個基地 是要怎麼把它蓋 就是說 要讓他們蓋住大路邊 一年用大路 或是要 一年 國光五街 或是要蓋住中 我再想就說 春的地 來用三款買起來 春的地 是要怎麼去做配置 就是說 我們如果蓋住中 春的是不是 就是讓我們做立地 所以我對這個 就地重建 這個位置要分配在哪裡 重建在哪裡 不知道副市長有沒有什麼 已經有定見了沒 基本上 如果九月三號定案以後 就確定說 要重建的多少人 要賣土地的多少人 那基本上會 將來會去把土地做分割 那 那再來做分割的過程 一定都要讓 讓他能夠重建 我自己的就是說 好 跟書村三三盤的人 他如果600平 春15平 還是200平 這200平 要讓他們定期 是要把他們放在哪裡 在那個600中的哪裡 這個跟楊遠報告 當然這個 要 這我不是所有全人 應該是 要去怎麼分割 他們 要有意見的表示 如果說一般 像公平 像 你這個土地 我們兩個公家 很簡單 切成一盤 兩面都淋入 然後 你說 你買一批 我這批 就OK了 如果說 我們兩個 對一批 沒有用 我現在吃素 好 最大的 最大的 住戶的利益 就是說 你把我蓋擠 英台路面 一定會 林永大陸 不然的話是不可能蓋 不管怎麼 分割 都一定要林永大陸 齁 林永大陸 齁 對啊 我不是他們的代表人 齁 所以我搶的就是說 他要怎麼分割 一定要兩塊都能夠蓋 對不對 這樣 這樣才是 才有那個重建的目的 有可能說 隔一隔說 你 你隔到有利地 那不能蓋 這也不是 我知道啦 我的意思 就是說 春來鋼蝶要怎麼處理 鋼蝶 現在是怎麼處理 是來做鋼蝶比 還是來做公園 這個人的聲音是說 您早所春三聲娃人 來摘到六聲娃的鋼蝶 來享受到 這個 好 你聽我意思嗎 齁 然後來你們要這三三盤 要來開一年用大陸 好 逃情 你們要再流路出口還是流頂的路 退縮 幾米 這要再來用到誰的 我是很替你們最老金 怎麼要去配置 對 君良議員報告 所以說剛才剛才幾次人有講 趕快成立重建委員會 再去討論這個設計圖 將來要怎麼設計 這是委員會成立以後大家的意見 不是說你講我叫他怎麼蓋 我們兩個都沒這個款 我知道 他們當然 他們那些重建委員會有自己的意思 當然 人家說合理合法 就算是說稍微讓他優待一點 這個市政府都會幫忙 原則上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來講 市政府是不是 一分鐘 市政府是不是原先 估算錯誤啦 就是說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會 原地重建 同意原地重建 所以才當初一口就答應 說要讓人就地重建 想不到現在一直溜溜 溜到剩下三成多啦 有沒有 沒有 會不會 因為當時開會的時候就很明顯 就分成兩派 一派是要離開的 有的人認為說他 因為他家裡有事故 他不願意再住在這個 當新的地方 當時開始開大會的時候就有兩派的意見 所以後來市政府才分成兩派 一邊重建的開 另外一邊開會 另外要離開的有分別 這樣才能夠整合到今天 要就地重建這個問題 我希望我們市府 能夠 設想好 吉祥你要回答 感謝尤雄議員 就是說 其實過程中我們 這個重建這邊 都持續有接觸 就是說 我們 到上禮拜 到上禮拜本來差不多 還有200百 這幾天還有人定期後 大概剩8700 8700就是說 我了解尤雄議員在構成 就是說 你這100700要怎麼敗 他真的蓋起來 真的蓋起來 所以 第一就是要拖慮 他這個基地的行 行就是說 跟建築部的結局就有關係 你行越長 那個結局就越難設計 你行如果越試乘 這個結局就比較好設計 第二就是說 那個地下停車場 他需要出入車路 我們就要怎麼幫他拖慮 所以這個 這個廚師 他是說 拜託 因為 他現在還沒到九月拖的日子 沒辦法知道有多少人要重建 所以當然是 屬於他拜託 審婦說 先跟他倒三天看辦法模擬一下 他是什麼平素的時候要怎麼蓋 要怎麼重建 才會蓋一下 這個我屬於他都在倒三天 對 我現在要自己的就是說好 對 剩百七平 連還有 那些四百三十平的所在 是 我們 市府要怎麼去做 所以 包括頭上 他在說 做這個空地秘 其實我們有考慮過 不是 法律上不是不可行 但重點是什麼 我們也就是說 你隨便讓他做空地秘的時候 兩天我們這棟 我們定期起來的這棟 只要涉及徵修改建 全部還要再回到 市政府還要再同意一次 只要有一棟 徵修改建 全部還要再回市政府同意一次 這樣 對這棟 看起來短多 其實是長空 你有沒有叫一個名字 百條的 所以這點 我如果有跟祖父家有做一個說明 他們現在也了解這個意思 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可行 四字三四 對等級來說是不理的 所以這點 他們到來要接受 所以他們是希望說 我們盡量幫他們模擬好 怎麼重建 讓他們在整合意見上會更容易 會不會 市政府會不會去設想到 就是說 好 六百平 有四百三十平的空地 要利用這四百三十平 讓他們來設計一個紀念 的頂數公分 還是紀念標誌 還是什麼 有沒有去設想到 議員報告就是 基本上我們就是等到說 確認多少之後 我們大概會把剩餘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含這個 重建復他們希望 他們希望他們分配在哪裡 我們之後我們有那個基地的行 再來跟這個委員會 來做一個報告 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說 我了解 純百七百平的人去 四百三十塊的空地 就不是他們百七百人的 官業去收容了 是啊 是 這 我相信 不需要做情 要讓大家了解 對 沒有大家都是一個存疑 再來 我請教 我們要開十六億 沒有到二十年 還是二十多年 出來出現問題 市政府有沒有去想到 要來追究這些責任 請問我們副市長有沒有去設想到 任何的公共設施 他的施工不良 這個不只是市政府的 要去追查責任 各方面包括檢察大人他都可以弄 所以這個應該是另外一個主題 他是到底公布兩岸怎麼樣 但是最終還是要爭計 沒有錯 現在我們就是拿出來 紀念跟這些 市政府有想到 要再去追究這些責任 這樣不可以來 讓這些 把我們作伺負工廠的人 有一個情緒 因為過去 大家也都知道 過去的工廠的品質 是不是 這會的貸當 總共來花這些錢 要再來總共 尊貴 因為社會 對我們這件 很注目 所以我不可以 再給一分鐘 副市長 是不是有關這個責任問題 會不會去追究一下 這個 這個不是我講的算 不過就 那個主管單位 要本身要去處理這個 這一塊 主管 主管單位是哪個主管單位 如果是學校是 教育級 教育級 那集長 集長有沒有想到 去勘察這些受災的 受害的這些 受損的 受損的房屋 這些有沒有什麼問題 跟議員報告 這些就是受損的這些建物 其實 我們是已經有請 這個 記事公會 這邊 去做一個 檢視 這樣子 剛才議員所提到說 對於這些 當初他所 設計的 比方說像 這個 設計建造單位 或者是施工單位 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再一併來做個 了解 這樣子 因為今天這個報紙有報 嘛 就是 圍貫 謝謝 謝謝楊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曾王雅雲議員發言 謝謝主持 我請問我們幹部局長 我們書局長 主持長 我有問我們的副市長 我看他有叫你要算出來 圍貫 如果 那棟這樣 現在用這樣來蓋開 要多少錢 把它蓋開 原貌把它蓋起來 謝謝鄭光議員 大概圍貫 假如一平以九萬計算的話 大概是三億五千多萬 好 三億五千多萬 就可以把他們的家蓋回來 每個人都可以回去住了 他們繼續在 立印金的貸款就可以了 最單純的嘛 你不需要做這個 你要用兩億 八千萬 兩億八 去買他們的土地 那有一些還能不能蓋 基地夠不夠 基地要怎麼樣 重新劃分 要分配在哪裡 那以後那塊地要怎麼辦 問題那麼多 你們簡單的事情不做 你們要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才三億多 就可以把他們家蓋回來 那信五大樓呢 信五大樓要花多少錢 信五大樓的話 大概一平以七萬五來計算的話 大概是要一億三千多萬 好 那就四億多 好來 然後再加上大致市場呢 大樓市市場大概要三千五百萬 好 全部總統有多少 五億兩千多萬 五億兩千多萬 就可以把他們這一些 災民現在無家可歸的 好 失去親人的 就可以讓他們很快地回去生活 這件事情你們不做 弄得這麼複雜 然後讓那些軍營 分成兩派來吵架 我們就是要趕快走啊 那就是因為市政府沒有提出說 我原地 可能 這一塊可能是傷心地 那我們這邊有 公園議定地 我們以地議地 那這一塊以後可能就成為紀念公園 然後到那邊去 該移動一模一樣的 然後結構是 結構是比以前更好的 不會有問題的 這樣子把它蓋回來 也有建商意義要蓋啊 也許我們市長跟建商關係這麼好 應該也會 便宜算給我們啊 那我們的善款就會剩下更多啊 那為什麼不做呢 然後再來 那剩下42億 減掉5億多 還有剩下那麼多錢 那學校如果要 那然後絕對不是學校新啊 先弄啊 一定要在紅牌的 黃牌的都解決了 這都是居民 都是災民嘛 真正的災民啊 你們要擴大解釋的學校 機構也是災民 我真的是無話可說 就是違反45條 學校是機關不是受災戶 我要你們非常清楚這一點 而且不能用善款來買土地 怎麼可以用善款來買 災民的土地呢 那市政府出了什麼 我們災害準備金用了多少 沒有 用的全部都是贈災款 這一些你們只是一個分配者 你們不是主導者啊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然後你說重建委員會 你們有提出說 我要把你們家蓋回來 第一個是我們把你們家蓋回來 那你們想進去住的就住 不想住的就把它賣掉啊 一樣也是 那想要回去的人 他就不用任何的煩惱 什麼還要協商啊 還要什麼 一大堆同意書啊 然後要怎麼樣分配這一些啊 他們還要負擔多少錢啊 他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只要負責他們以前的那個貸款 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們市政府不做 為什麼要 局長你先坐下啊 你們都是重建 你們都是善款的那個 那個監督委員會 其中的也有災民來跟我講 你們只是計劃好了 要他們同意而已 他們不能提意見的耶 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們要來這邊開這個會 就是他們的意見沒有辦法在 你們的重建委員會去說明 就算說明你們也不想聽 你們一定要質疑這麼做 其實他五個關開開一定有幾人 學校重建呢 為什麼不要先做 災民的事情呢 為什麼 這麼急著要做 學校的事情 學校一定要並預算的 而且我覺得那些錢剩下來 也是以後成為我們 他們以後還有一些孩子的教育問題 新生的那個身心的問題 他們生活的輔導問題 再給一分鐘 我覺得那一些東西是要用到錢的 錢是人 一點一日 這樣愛心 關的 是要來照顧災民的 真的 我們幹嘛去跟明真理呢 明真理這種事情 政府真的不能做 你們都在公門裡頭 最好做善事了 我覺得你們回去 真的要好好講這件事情 這是不符合45條規定 這是違法的 我要很慎重跟你們講 用善款來買土地 成為市政府擁有一筆土地 用善款來弄學校 用政府機關 這都是違法的 這是不行的 要不然你們就去修有法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們把他們三棟的房子 帶回去 然後你們在重慶委會 也提出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就不相信很多人要反對 因為你們都沒有提到這一些 他們才說好吧 既然不能見 謝謝 接下來請林彥柱議員 謝謝主席 教育局長 我請教我們公立國中小 總共有幾校 271校 271校 好 你剛剛跟我講 耐震補強的有幾校 我剛才跟您報告說 我們現在呢 需要再補強的棟數 有172棟 好 172棟 加上 34校 24校 加上24校 39棟 好 好 好 你把 你剛剛跟我講200多 271校 好 那幾乎嘛 全部都修散了啦 包括重建的 因為24校39棟的意思就表示說 他一個學校不是只有 不是一校一棟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這總共你拿了 我現在幫你算了啦 你先坐下來 法治處 那個處長來 因為你是法律人士 我請教你 剛剛教育局長這麼跟我說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請請教一下 民間建物是什麼 民間的建物 學校屬於民間建物嗎 不是啊 好 學校是不是 不是屬於民間建物 公有建物 這是公有建物 學校是屬於公有建物對不對 好 那我剛剛所講了喔 在這個裡面 中央災害黃舊會報 剛剛護局長說 不知道誰去的嘛 那應該是市長嘛 在裡面已經有提到 16.3億 現在你們用來要蓋學校的16.3億 是針對地方收到民間捐證之 印民間建物 的錢耶 16.3億 怎麼會把它挪到 欸 蓋校舍啊 我們不懂耶 還有 我想請教你 剛剛我也提到 教育局明顯的有報10.9億 給中央 這10.9億 他所謂的叫校園護建補牆 你告訴我 他只能補牆嗎 不能重建嗎 這條錢 護建補牆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記得教育部 我記得教育部是補牆跟重建 它是分開 來 好 明顯 中央給地方 每年給地方啦 有兩億多的 耐震補牆 他們叫耐震補牆 絕對不會叫復健補牆 假如今天 不是教育局有把這一些 比較嚴重性的報上去 中央會給10.9億嗎 有可能嗎 所以 我只是想 請你回答我法的問題 護建補牆 只能補牆嗎 不能重建嗎 一般 如果是教育部的那個 那個撥款 他通常就是 只限於那個科目 那他都會有一些限制 我不知道教育局 對於教育部這個窗口 他已經明顯講 這個是叫做復健補牆 我剛剛也問過了 復健補牆不是只有 只能在 所有的補牆 不是 而且這些都是老舊的建築物 在司法性是不可以拿上款 來支付的 那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怕死 這給大家市民聽一下 我們 針對幸福大樓 大致圍貫 跟總共開五億元 都會擋整個把它蓋起來了 這些學校 總共 假如包括中央的10.9億 加上地方的16.3億 但是上款 總共 要花26.9億 整個都卡到去心裡好了 你不會覺得非常離譜嗎 我不懂 為什麼 會有這一條錢 16.3億的民間 建物 這是要來補民間的 是怎樣的筆 是教育局的 公部門的預算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真的不懂 所以這合法嗎 這是你們報給 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 5月5號剛開的喔 所以 我希望 什麼都是要合法的啦 不是像這樣子 你看這都你們自己去開的 你們自己拿出來報告 結果是要把這16.3億 是要給民間的 結果 是用來 起床的 你做一下 主席我希望 再給一分鐘 主席 我希望幫我互帶一個決議 針對學校 他的耐震補強 到底有多少學校 把名策列出來 每一所學校 需要花了多少錢 然後 再針對 他的24校39棟 每一棟要花上多少錢 把這個明細 盡快的 送給我們 24校那有一份 好24校有一份 但是那個什麼 那個 針對 他剛剛講的 172校 修善會用 總共要花多少錢 議員 我可不可以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修善會用多少錢 172校 我剛才有報告10.9億 就是您剛才在那份資料上 所看到的 就是我們有提列 要復健補強的經費 我們當初提給行政 局長 復健補強也可以 全部 好啦 那你既然說 10.9億 您可不可以聽我說完 您可不可以聽我說完 好 好那個林議員 你待會再請教好了 請那個林怡錦議員 謝謝主席 我早上 有曾經提到說 關於這個 我們的善款 有很多議員同仁在質疑 善款用於這個 學校的因為 贈災受損的 學校修復 或重建這個經費 是否合宜這件事情 我看是很多同仁 非常有意見 可是非常有意見 聽起來市政府 也提不出一個 強額有力的說法 市府說的都覺得說 對 因為學校是受災戶 那學校是受災戶 那善款的給予 其實也是希望 給地震 台南的地震 能重建 我想善款給予的 基本精神是這樣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match 這個理由是match的 因為學校是受災戶 所以這個善款 也可以給學校 某個程度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其實也可以通 可是面臨到很多 釋法性的問題 其實這個釋法性 法律也沒有說不可以啦 說真的是這樣 法律也沒有說 說我們市政府不可以用 省款來去 來重建學校 好像也沒有說不可以 那可是法律有沒有說可以 好像又不明確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爭論 市政府好像也沒有辦法 因為老王賣瓜很奇怪 市政府我自己要用這條錢來處理 我自己說我這樣對我這樣對 這樣子好像也沒有 沒有辦法 得到社會公平 是不是 由我早上所建議的 還是去請示中央 因為我想 這個最重要還是 災害 防救法 災害防救法45項 45條的規定 讓大家很多的質疑 因為他規定說 要提供 與災民救助 直接有關的事項 不得挪用行政事務 可是這個其實還是有爭議 因為 災民救助 直接有關的事項 那學校 學校這件事情 跟災民有沒有直接相關 市府可以說可以 那有的人也可以說可以 那有的人當然說 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讓我扁 他花很多時間扁這個事情 無效 是不是來請示中央 有關災害防救法 這個中央的主管單位 來解釋清楚 又包括 券目管理條例的主管機關 也都會給他請示 因為這也是 因為就是省化官來的 所以也有優關 券目管理條例 我想這樣才是 解決這件事情的正辦 我們請示中央 中央的解釋 怎麼樣說 怎麼說明 那我們可能就 比較能適宜 對於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總而言之 大家都希望 學校 這些受災的學校的建物 是安全的 我們都希望這些 圍樓 不要再讓小孩進去上課 我想這是共識 沒有人希望 孩子在危險的建物中上課 我想這一定是 全民的共識 可是 要用什麼樣的錢 用什麼的方式去解決 這一定要定期 這一定要修復 這一定要重建 我想這也沒有人反對 所以我想 既然 大家的前提是一致的 只是這個過程 這個階段 這個手段 好像想法不大一樣 我想我們還是請請示中央來解釋 我本席的具體做法是這樣 那我想是不是請法制處長 蕭處長說明一下可行嗎 我幫你說明一下 因為早上 你已經離開現場了 我在做那個早上的總結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你已經議員的建議 要請 那個請示中央 是 那如果是法制處 法制處的解釋是不行的 就聽他講 他才去講過幾個遍 但是你都在這裡 好幾個人問了 所以你還要問嗎 我還是請教教處長 那個45條 如果透過解釋可以適宜 當然這樣很好 我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認定裡頭 比方說直接用於栽民 那其實栽民的認定 其實我們在 災害防救法修法以後 其實台南市已經被 行政院宣布為災區 所以在災區裡頭 如果凡是因此受災 不管是生命 身體 健康財產受到損害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變成災民 對 那這個就是財產 現在學校要不要把它變成災民 其實它法條裡頭 其實就講幾個 第一個它是限制要專款專用 第二個其實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說不能夠用為其他業務的延伸 那第三個就是它要尊重 那個捐贈者的意願 那其實我們認為在捐贈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推定當事人的爭議 幾乎是已經是 該扣的授權給市府去做 只要跟證災有關的大概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可以的話 如果認為去申請 去申請中央解釋 如果可以的話 我當然就要按照 災害防救法第三條 以及第五條的這個規定 去跟有關機關來做 做申請這樣 OK 所以原則上你是願意 就是去韓式中央 如果需要的話 不過這個 因為這個適用 大概 究竟是社會局 還是教育局 還是有我 因為這是法令的問題 對啊 但你們在統籌啦 對對對 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對議會也比較有交代 就議會那麼多同仁 對這個事情那麼有爭議 那可能就是因為 對於法條的認知 大家彼此不一樣 我相信這個東西 當然我相信發明的東西 我們來努力看看 好好好 那這樣子才會解決這個紛爭 要不然這樣子討論討論不完 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也會建議他們這樣做 因為這個除了司法性之外 也有社會觀感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請蔡議會議員 主席 我要建議就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我剛才有說過 很多災民要告市政府 我們市政府 不用這麼說 放肥安高心 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自己感覺解讀說 啊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可是 你們家有去走路問看看 問我 我們觀賜讓我們用意 當然你說觀賀市政府就是我講的 我菜圍去購購購三千塊 市政府掛這個膠牌 購購三千塊 沒有 沒有四十二億 大家就認為我們市政府做得好 他們這些錢要關於我們市政府去賣款的應用 可是我們市政府把這些錢 三千塊 我不要說 還不定論 我可以推論到正 沒有四十四億 學校 要怕我們 那些財產有關 可以公告進 好 陳吉古 你把我證明說 這二十四億 三十九檔 交大棘有關的 如何證明 你說我聽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誠如您剛剛有請教幾位學校的校長 就是說他這個耐震養品的部分 很早以前就做了 已經從民國九十幾年 就是921地震之後就做了 那我們這幾年呢 我提醒你 因為有可能你說我好生之後 醫院有可能人上外來調書之後 可能會做參考 我是很實在的跟您報告 就是說在耐震養品之後呢 其實他也經歷過很多的 不管大大小小的地震 中間很多補強 這些是沒有補強的 如果有補強的 他就變成是一個安全的建物 那我們這次就是把這個地震之後 因為學校的確到現場看 比方說他本來就有小壁區的地方 但是現在壁區又比較大 這種受到影響的 那為什麼您剛才講說 為什麼你從九十幾年開始 你到現在不做 原因是我們其實每年 光我所知道的 我們從合併以來 我們跟中央還有地方我們合併 來做這個重建的工作的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十八栋 花了十七億多的經費 補強的部分 這個人 你的論述 喬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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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有跟議員說 因為我們要他打 他因為這次地震 對台南來講 比較嚴重 比較大 所以呢 他的損害的程度 他是有增加的 增加 你那四十幾年你是怎麼不用 我問他 我也跟您議員在報告 包括剛才林彥柱議員有提到的 其實二月二十七號 行政院跟教育部到台南來勘災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所提出來給行政院的 這個簡報資料裡面 你我問當你不可以幫我解釋 你台南地方課展基金 有四十一到四十二 你是怎麼不用 過期到現在你是怎麼不用 其實我們也有用裡面的經費 來做校園的這個 你看說萬貴學生小孩很危險 沒有水做的 你只會生的去我跌到 你放在那裡為什麼不用 你放在那裡為什麼不用 你給我回答這個問題 你台灣發展基金你為什麼不用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每年也是有編列相關 你說這樣有矛盾喔 很危險的 沒有水做的 給學生小孩跌到 漂亮喔 啊放在那裡為什麼不用 我明年一點偏過 跟棄作過 棄作過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每年也都有編列 我剛才有報告嘛 你說你即興 說 沒有做的發生危險 小孩怎麼跌到 水跌到 這個 變數這麼多 你講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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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報告你講的啊 剛剛有的議員 支持你也是這樣說 啊你是怎麼有錢不去 我問問 說我們現在有錢不去啦 要讓市政府 財政策殺去 調度啦 其實 你叫這個 你叫這個 您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也跟我們問過相關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有跟您回答 我沒有跟你 工作報告沒有跟你問 提供 我工作報告是說 你現在請給財政策 叫去用 調度去用 您有跟我們問過嗎 說有關於 這個 這不是對事情說得好 對 我不是 教育發展基金啊 對啊 啊你是怎麼不去用 您問我說 教育發展基金 真的不去 因為你90幾年 法國危險係數很嚴重 第一 有的0.2度很危險 你才不去做啊 您剛才問的 那幾所學校 都是原台南縣的學校 它的確也是 當時呢 你說的也奇怪 我們怎麼接種 執政告進安黨籍執政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啦 我問你賴政策 當時執政告進 對 90幾年發生 賴市長做第一任的市長 告進幾年了 對 所以我剛才有跟您報告說 為什麼你不做啦 我跟您報告說 這五年來 其實我們重建的 有17億啊 我們補強的 也有將近10億啊 這個也都是 每年都有在做的 我問你你說有立體性 危險沒有做 小孩水危險 你還不去做啦 我問你這樣嘛 你不是沒錢啊 我有在做啊 有做你才好可以做 我問你這樣啦 那種立體性危險的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彥座議員 謝謝主席喔 主席 但我們家的孩子很可憐耶 假如不是因為這一次的 0206大地震喔 我們台南市也沒有錢去修繩 去蓋這24校39棟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在我們台南非常的可憐 那我想請教一下喔 那個公務局局長 我還是要拿這一份出來跟您講 你回答我 16.3億民間建物補強 及重建等16.3億 花在哪裡 這16.3億花在哪裡 你告訴我 其實這16.3億 當初我們是報17億多了 就是包括一些拆除 還有重建 這些經費 我們當初報17億多 那中央他審查的時候 大概就是拆除費用他有準 那麼他其他13.6億並沒有準 所以 沒有準 他沒有 我們是要爭取中央的補助 拜託 局長 這是善款耶 我現在在跟你講 不是你去把中央申請補助耶 我現在問你說 那個16.3億民間建物的補強及重建 是啊 但是當初我們 補強及重建 你告訴我 但是我們報的時候 是報要中央他補助的 是他沒有準這一條 你錯 你錯 麻煩你把這條給我看上誓喔 中央到最後核定你們是 32.8億喔 32.8億喔 你告訴我這條錢啦 我講的就是說 中央沒有補助這16.3億啦 我跟你說這條是中央補助 這條是民間監款之一 台南市政府跟你說耶 自己去把中央報告耶 不是 這是中央建議 但是我們報的時候 是報中央補助的 一共有17億多 那他只准一個拆除費用 一億多 所以16.3億他是建議我們用 我給他拜託齁 我等一下跟你問 我先把這群送給你看 你等一下跟阿公 主席 我的時間給蔡議員 蔡議員 沒關係 二十幾個我可以說 陳議長 你送這個報告 百二十八個報告耶 血統安全不能等 這你下來吧 不對啦 重建工程將依法定程序辦理作業 對 好 我 好多問了你有聽到嗎 危險心處評估 都要十幾年做的對不對 從921地震一直到現在都有在做 那請到市長按100年就接 所以我剛才有跟議員報告說 從一百年以後 我們光補牆161棟 九億六千多萬元 重建四十八棟 十七億兩千多萬元 你說這個對我問的沒幫助 我在跟你問的重點 你就聽好聽好 我是要證明說 你們這次 二十四間 三十九檔 丟地震沒有關係 因為我可以問的這六年大 以後我可以提供個市政委 做參加 但是今天剛剛議員您問的時候 校長也有回應啊 說 受到這次地震的影響時 他們原來校舍所受損的部分 又更加嚴重了嘛 所以校長也有回應這個部分 其實我可以同意啊 習慣數更有 更危險係數 更多 不是更多 因為這幾檔你都不一樣做 不一樣去 不是我們不做 是因為我們全台南市的校舍有1600多棟 我知道啊 對 所以在這麼多的這個校舍裡面 我們當然是從 他危險性越高的我們就先開始做 比方說他當時奈政祥評出來之後 他的祥評係數只有0.1 0.2 這些是不是要先拆除重建 或者是先做補強 你40幾億是怎樣 你40幾億要幹什麼 40幾億 您講40幾億是值 台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啊 台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啊 我跟您報告了 之前我就說這個是市府整個 整個這個經費在這個運作的情形 那我其實我從我們會計室那邊所知道的 並沒有這麼多的金額 你自己做我們議員 補兵自己對銷的 不然你跟我說銷子一堆 這銷子在這裡啊 其實我們我們各項 不然你財政處幫你 鎮三個轉移用 這樣要補典檬數就差喔 議員我跟您報告 我們教育局 我們教育局 不管是在人事上面 或者是相關的經費 如果我們有需要用到 這個教育發展基金的 停一下 你講這個又問題嚴重喔 你的主委說你沒那麼多錢 啊財政處做出來有這麼多錢 啊錢走那一堆 我跟你講 再給他一分鐘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發言的五分鐘 一共六分鐘 議員 議員 你講這個話要小心啦 因為喔 報告你們市政府做 我們鎮市長都回答他們啦 這樣回來你說錢沒那麼多錢 因為我不太了解您手上那份資料 好來 我們會有你們三個月看看來 你常財政處在我這裡講 就講審計數審核報告 2003億 我們的審計數審核報告 我們三個月你看看來 我們拜託議會會人 跟你們說幾人 不管怎麼樣 我跟說以我民意代表的民感度 我處理聽到沒辦法說贊成您 是政府說用善款去做好 除了市長說他比較支持的這裡 我們議員可以跟他承佩合 以外我跟你說這樣的啦 今天你跟聽聽這些民眾議員對一個 跟上公公跟吉吉吉公 今天校舍改建 老舍舍改建 以保障學生安全 這大家沒意見 可是用善款來去 我跟他說今天發言人這麼多人啦 不要說國民黨不通牌 民進黨也比 比立委員要叫 唐秉賀比較多 對不對 他們兩個不一定當 雖然有命我這樣說 這就是叫以前國民黨 都一樣 都要以事實在支持 這人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沒有 有看到沒有 要要四十億 七千九百萬 這給我們財政主管 你們調度各基金 各專款專務調度的錢 我跟議員報告齁 民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 就0203款來說 你 這有關連性不 你要講 你不可以說 好 每次都看一看 用這個機會 其實齊祖 我跟你們報告 我不是說 好像說我們今天 找到這個機會 然後我們呢 就覺得說 哇 太棒了 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了 我們不是這樣的心情 不是你教育職用這些做 市政府各單位 要用錢去做 在0206上環 社會都不能認同 我敢跟你講 我可不可以 讓我先跟您報告一下 好 沒關係 就是說 當初行政院教育部 他們來看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跟他們 所提的報告裡面 我們是希望行政院 可以給我們台南市 在重建這個部分 我們是提列34億的經費 在補強這個部分 我們是提列11億的經費 這個在2月27號的 我們的專案報告裡面 其實我們是有 把這樣的數字 給行政院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能夠體諒 我們也非常希望說 我們能夠體諒 我們市政府財政惡化 沒有錢 我們的財政 稅收 不能像禄斗 所以我們念資在資的 是這些 我們能夠體諒 不過你把這個錢 用在那 那謝龍崔議員說的 明年 辦公室 要收30幾億 這10幾億 要開內 我們還要開嘛 對不對 危險信息第一 大家不說話 你收這麼多 你自己用善款 善款 善款跟 剛才這麼多議員說 很多事情要處理 你要處理幾年 可以處理環境 我們並不是在第一時間 裡面提出來的 第一時間 市府還是 照顧這些災命 不是啦 我是說善款的應用 你們這些 不要用他們 市政府 可以用善款 照顧是要照顧的人 可以比較好 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充分認同 所以我今天早上報告有講說 市府也是在於 充分 而且優先照顧 這些災命的情況之下 問題大家的角度跟面向 考慮不一樣啊 我們吳市長 在議會 說得很清楚 就是好 哪一個議員 你要照顧 可以 你就拿出來 有27項照顧方案 可是 百姓 我超級 吳市長 你說就說 大家要動用 學校12.31的善款 大家 主委都答應 我告訴你 腳來告訴我 說他不動議 你們是怎麼誤差在哪裡 你說一個不動議 你就不需要用 有我們不動議啊 怎麼誤差會這麼多 他們還有同意說 我們這些租戶災戶 的同意說 你用這些錢去用你 銷售証券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不可能 他們自己的錢 我批評我小孩 我老婆死 我就沒錢人用 我小孩 做殘葬也沒人用 還可以同意 你把補得幾百萬 他們可以安醫生 你自己說 都自己說自己的話 對不對 怎麼可能 他們 財務代表三個會同意 正去拿我看 吳市長 拿我看好不好 沒有 如果發言 你大家發言的紀錄 你都什麼給我看 這個 你那次講 講哪一位反對 你都不要先說哪一位反對 沒有啦 我是說你們說 要動用 16.31 教育級的錢 吼 主婦代表三個董議 啦 有董議沒有啦 當然有啊 你有簽名我看看 這不是只有我在財政 很多人在財政 我知道 你說的當然 他們跟我們說是不同意嘛 他們要發言 你不要發言嘛 他們如果不同意 你說 要動用這個賞款 大家都同意嘛 我跟他們說這個 他們說得有同意啊 不同意啊 那個 那個不同意 就不可能通過啦 沒關係啦 你就證明給我看嘛 吼 這種的開會的會計都在看 好啦 給我看可以啦 蛤 開會的 給我看看 今天我們大主席 這個是有正式的會計 好啦 大會主席有記錄啦 阿你他們發言 你不可以記錄呢 你給他做結論而已 沒有人說 蔡偉發言 我反對 你不給他記錄 你說大會都同意呢 任何一個會議要怎麼記錄 不是你 沒有啦 我是這樣說啦 你不能給他做結論而已啦 副司長我是說你不能給他做結論啦 應該是 應該是 假說 林彥柱說什麼 蔡偉說什麼 我們會反對 不過到最後結論是 12、23票同意 2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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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大家都要同意喔 還是各半數同意 要說清楚 對 好 那個接下來我們請林彥柱議員 林彥柱議員發言完 我們休息 1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來 那個 公務局局長 你剛剛說 這是你們原本 要報給中央 申請補助 17億多對不對 是 我感覺這樣很沒用心耶 你們幾號報去的 詳細日期我說不清楚 但是當初我們 幾月啦 應該是 那是5月5號的紀錄嘛 所以應該是 5月5號的紀錄嘛 5月5號的紀錄嘛 幾月份報的 我對你說多少 不要猜一下 因為當初是災環辦一起報的 沒有 日期應該是在5月初左右吧 5月初嘛 好 那我們的上款收了多少錢 42億多 但我們市政府 還可以說要送這份 去跟中央說要申請補助來做 民間建物補強及重建等 事項 我真的是 不知道該用什麼 來形容台南市政府 這第一點 好 您要把這些數據 你花了 你才報告說花15億多嘛 是不是 你的報分 你敢不叫花15億多 一定 好 你一定要花15億多 民間上款 總共是 這裡 挪了16.3億出來 我希望你把這一些明細 給所有的議員 不是只有我 我那麼要了解 您到底現況是怎麼應 就像我講的 剛剛你也算了 你跟曾華雅雲講的 幸福大樓大 大自市場 微貫總共花了5億多 就可以把它通通蓋起來 我們不去怎麼做 我們不去這樣做 我們有真正照顧到收債 當初的上款人的捐贈 是要照顧這些受債戶 你坐下來 結果我們呢 我們有真正照顧到受債戶嗎 這讓我非常心痛耶 所以副市長 我也知道你 針對副市長來啊 我來問一下 你當然有你的看法存在 但是將心比心啊 你假如是受債戶 當然 你都會覺得說 你補助很多啊 覺得他們很愛錢 但是他們是真正受到傷害 我跟你講 內心的傷害 在多少錢都彌補不了啦 我相信這種 你們要以同理心來對待 那再來就是 上款 我想去購買土地的合法性 這我早很早就跟你講啊 買來 是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 買來叫台南市啊 好 買來叫台南市 但是我不知道說 這未來 是捐款人的 還是 台南市政府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離譜 應該市長都可以用他的二倍金去買來 當公園也好 當什麼都好 當公園 讓他們去重建 讓他們去參與都更 可是我們看到的 不是 現在 這些受災戶 要重建的 真的有受到台南市的關心嗎 我只能講 你們 把價錢提高 讓他走人 你們是沒有給他重建 還是到最後 這一個案變成沒辦法處理 你還可以在這裡 你新聞府市長給我承諾 為觀 大樓未來 他的重建 整條路該如何的走 有沒有辦法蓋起來 你告訴我 我想從早上討論到現在 那個獨家局長也講過好幾次 本來市政府就是要尊重 所有受災戶的意見 那如果說 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人 希望重建 那部分一定會照他們的冤枉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們都在這裡 把現款拿去蓋好 把現款拿去倒一檔 金本沒有落實 已經重建的部分 然後你們再來把它用 上款來買土地 那個現款拿起來買土地一平 起到五十幾萬 會腳平起到六十幾萬 你把想外人 覺得好啊 這樣我沒來 我沒來 不參與重建 我就離開啊 那你叫那些要重建的人 該怎麼辦 你們 給他一分鐘 負事長 要離開的我們應該要來協助 這樣好不好 整個要離開的那些 你記念用現款買起來了嘛 就用上款 你給他買起來 以後用上款看如何做嘛 我們上款都存多少 三億對不對 三億多 三億九千八百萬 好 儲竹可以幫他們重建了吧 因為他已經領了兩億八了 如果說五億多 他兩億把繳回來 隨便講這不是方案 你現在講的是那些 已經拿了錢的人走了嗎 拿了錢的走 我跟妳講 拿了錢走人的 那我們沒有話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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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現在建物不是補助三百萬嗎 是 對那如果要重建 好休息十分鐘 我會再說五億多萬 就算個一千萬元 就算是 我會再說五億多萬 都不能再說五億多萬 有錢 所以我會再說五億多萬 有錢 有錢 我們不是去考慮 有錢 要錢 如果是 我會再說五億多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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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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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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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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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我知道 你講的是說 你還要做什麼沒錢嘛 沒問題嘛 對 所以我就跟您講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當校長的人 所以 突顯一個問題 我們都很希望說 不管是中央或者是這個 萬壇抵住沒錢 萬壇我們沒錢啦 大家都可以有經費 我知道啊 所以我才跟您講說 從一百年到現在 我們補強 結論就是這樣 你不能把這個責任 歸屬在0206地震 這個事情發生在長期來就發生 是絕務性的問題 但是我有跟您報告啊 說他因為受到地震的影響 他會更嚴重啊 他影響的層次沒有必然性 沒有因果啦 沒有因果關係啦 一定會有因果關係啦 好 我們自己的裡面的房子 譬如說我自己住的房子 他本來是稍微有逼分 但是因為你第一檔要就比較不嚴重啊 這第一檔是基幹 增加到嚴重性而已 不是因為第一檔比較嚴重 因為危險性的評估 早就評估了嘛 所以蔡議員 我們在我們的資料裡面寫說 震災後酵舍的問題更嚴重 好啦 知道 我們跟我們說是這樣子 你這個問題給突顯出來 以前也有嘛 我們以前說得真 其實所有的酵舍都一樣 我剛剛一直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跟議員報告 你必須要聲音說 你照這個機會 把散款要用來做好事 因為是第一檔有比較嚴重一些 不是 必然性說是第一檔影響的對不對 但是因為地震影響他更為嚴重嘛 啊 嚴重多少你證明給我看看 嚴重多少我可以說了嘛 大大小小的地震 如果說 因為根治地震 這次的區域 有的地方都沒有 這次比較嚴重 變得那麼多了嗎 我今天有舉一個例子嘛 我說 像玉井國中 我也舉個例子 江津湘的國小 有沒有啦 有那麼嚴重沒有啦 這個以前也有啦 這個以前也有啦 我以前的 像臨床大家的情主 我做臨床議員 聽到不要聽了嘛 是我們中間政府和中間沒有錢 把威脅效的改善 我們錢用在當地用的房子去啊 議員 議員我請教一下 好 同樣 學校的校舍都做青鋼架 難道地震全部青鋼架都掉下來 我沒有反對 他一定有嚴重 他一定有影響性 你證明我看 因為你平206 是因為第一年 他把這些 導致說我們沒有 改善不行 你證明我看 你證明我看 不是用說的 因為 委員都你們 因為委員都你們在說 我們請教育小組跟財經小組來學校看看 你增加一個紀錄啦好不好 我們看就知道嘛 你把特地這個 所順的紀錄拿出來嘛 我跟保證用我議員 我的民憑度 我會保證 不然我事實 你們就是教育的 靠著我問了 不要問了啦 不要說什麼啦 你們都請教育的 要把這些紀錄在裡面 因為我們市場沒有錢 中原沒辦法保證 我敢這樣說啦 絕對他不是因為第一年 導致中家的學校 24 好 再一分鐘 好 林彥主議員 謝主席 那個今天在座 都重建小組 你們每個人都背負 很大的責任 而且在這裡 副市長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承擔這樣的一個 我等一下所對你的要求 我想 捐款人 針對0206 當時他的善意 是要幫助這些大壇男士 所受到傷害的 這些人 不管怎樣 是12億 一定要發在 這些人的身上 這才是合理的 我在這裡有一個 對監督小組 一個很沉重的要求 真正要落實 幫這些受災戶 也要真正落實 把大致 圍貫 包括幸福大樓 幫他們 只有5億多的重建家園 完畢 要用其他的錢 來修繕校舍 我全力的支持 所以說 主席 這是我最後的 請求他們必須要這樣做 再講一遍講清楚好嗎 就是說 42億的上款 當時捐款人 他所捐的 一定是在這大台南市的 所有受傷的人 希望監督小組 能 秉持良心 把42億 真的落實在 受災戶的身上 我們既然有幸福大樓 跟大致 跟圍貫 這一些要重建的 才總共 5億多 把這一些都重建完了 其他的錢 多的錢 才拿來重建校舍 我會全力的支持 法委會議員 我想 我 比較暗了 我還是在說深事 深論 我還說 全觀光這些善意 絕對要用於災命 我們市政府 用在 不要說農用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把善款 用在12 整建 重建好 我覺得 是違法 特別市政府 要用市政府的名 去校舍 規避議會監督 我們絕對不能同意 要用市政府的名 一定要有議會同意 因為 我們把這些名 掛在 用高清潔的名 我給高清潔 我沒意見 我們的監督小組 這樣做 我沒有意見 用市政府的名 去 用校的名 來 命名 我們就 一位就 一法 我們爭取我們潛力 我們一定要監督 但是 到 每個集團 我們都可以 在 中央 kurt 封門 有沒有 我們 測試 去 我們 我們 很厲害 我们请教育委员会跟财经委员会择期选定 去受损学校勘察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 研究议员有特别建议 要请我们委员会这边 能够将这个42亿的善款落实优先 用在受债户后 才可以将这笔费用用到其他的用途 您议员是不是这样 大致跟幸福大楼 这三栋大楼 因为公务局局长说这里总共是大概5亿多 帮他们重建完 这样他们都是受债户 我们对受债户的认定 可能刚刚跟肖处长有一点点落差 因为他认为台南市都是灾区 所以我也是灾民 我不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他的房子有真正倒了之后 这个真正他是需求 所以我们是建议这42亿优先落实 用在这个照顾受债户的身上 那如果有其他结语的话 再用到其他的部分 我想你的意见是这样子 我们也会把它归纳到我们的结论里面 那各位同仁应该今天经过这样充分花言之后 如果还有疑虑的话 那我们就请各位再找时间 继续跟市政府讨教了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不是到此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副市长及各局处 相关局次的首长 谢谢 谢谢媒体朋友 谢谢本会各位同仁 上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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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